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读 我们今天来做个回应的影片 大概在两周前吧 有个同学在我的影片底下留了一下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这个用法是不是可行 自己常常搞不清楚 如下叭叭了一堆句子 好,我真的很有一个冲动要回应 我们今天就干脆做个影片来回应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帮到比较多的人 好吧,我们就来把这个文法讲清楚 你要了解这里面有些句子根本是不会对的 根本是不会对的 所以你要把我们讲清楚的这个结构 你吸收起来之后 你就要把这些根本不可能对的句子的 这个可能性从你脑袋中移除掉 我们回到一个重点 我把刚句子都已经先打在这里了 贴上来了 我们回到第一个我要讲的重点 英文的句子就主持动词 有没有例外 不太需要去思考例外 唯一的例外就是其实句而已 其他的句子一定会有谁在干嘛 谁在干嘛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 好,我先强调一下我不做的事情好了 就是有的老师会说 英文有一种 现在进行事 或者完成事 什么的 要你去背那些 对我来说 我把它先打出来 对我来说 我们所教导的那个什么 现在进行事 以及现在完成事 以及加个被动事 被动事 这几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的关系是什么 我用一个 我没有听过别的老师这样教 那你这样听听看 看对你来说好不好吸收 英文的句子 这个结构就像是个裸体一样 而这三个东西呢 就像是衣服 衣服 你把它穿在你的裸体上面 好像听起来是 就没有脱离我频道的本质 我就是用怪怪的方式讲英文 对所以这三个是衣服 那他们都是来穿上去的 那这些衣服长什么样 你应该可以记得起来 现在进行事一定是个 往往就是个B1动词 然后后面的动词会变成ing 那完成事则是have 然后加pp 那被动事则是 把主持跟受持颠倒 颠倒之后动词结构变成B1动词 然后后面变成的pp的结构 所以这三个东西就是衣服 我们要把衣服套在裸体上 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套套看试试看 你如果说我弹钢琴 I play the piano 这个句子很简单 而且它除了主持通词之后 还多加了一个sauce 但我必须要跟你说 加这个sauce根本也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因为反正你有主持通词就搞定了 那有的同学说 不是那么五大句型 你现在只讲一大字三小 我五大句型的第一大就这一个 剩下的四个 全部都从他身上变出来的 所以你说英文有几大句型 我认为只有一大句型 我甚至不想分成五大 只是五大句型很好讲文法是真的 所以我也还是会讲 可是如果你要问我英文英文 英文的最最最重要的essence是什么 就是只有一大句型而已 一大句型 不要想象徵五大 一大 主持动词是最最最重要的根本 我一直想到这一点 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看下去了 所以我弹钢琴 I play the piano 那就老师会跟你讲半天 讲说现在进行式跟这个简单 现在式的分别是什么 什么概念什么那些 对不起 我不想要confuse 我不想要confuse你 我认为现在简单式跟现在进行式 它们总之都是现在 都是现在 只是其中一句强调它正在发生中 而那一句呢 就会多穿一件衣服 好我们刚刚说的这是裸体 对不对 衣服穿上去 怎么穿 我们把B动词跟VING穿上去 好怎么穿呢 我用一个类似数学的直式加法来处理它 看得懂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们这样子 像不像数学的直式加法 弄清楚一点 像吧 然后你看 我们把这边加上一个B动词 然后VING这个结构 我把它对齐一点点 好你看 这样子看 像不像直式加法 像吧 好 然后把它加下来之后 I没有加到东西造写 下面这个B动词要怎么变呢 B动词会因为I的关系 可以变成is吗 不对 可以变成r吗 不对 要变成什么 am 这个应该懂吧 好 所以我们留下am就好了 so I am B动词 接下来直式加法 play跟VING加在一起了 加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变成 play ing 剩下部分造写下来 the piano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 I am playing the piano 有的老师就会强调这是正在发声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所以对我来说 这就是现在式的两个可能性 只是其中一个强调正在发声 而楼上这句 I play the piano 就是一个裸体的句子 下面这里的 I am playing the piano 就是穿上了正在的一个衣服 OK 穿上了一件衣服 目前听得懂都没问题 这叫做现在进行式 而什么叫现在完成式 我们我先 我不能完全不讲它是什么意义 还是可以讲一下 你看我再一次 I play the piano 然后我们下一句 不是下一句 我们来一样拿它穿衣服 那这个衣服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衣服它一定是have加上PP 所以have先放来这里 然后PP则是 会把它这样子往下加 我们一样再画一条线 像不像只是加法 还不错吧 你看 你开 好 这样子 那加下来之后 是不是一样这里是I 下一个have需要变吗 不用 如果今天你有he当主词 就是has 那you啊they啊都是用 have是没错的 是用I have 那play跟PP加在一起 有看得懂 play跟PP加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play就变成了 过去分子played I have played the piano 这句子或许不太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在 那你大概可以表达的是 我今天弹过钢琴了之类的 OK 就可能说妈妈固定 规定说你一定要弹两个小时 他说I have played for two hours 我已经弹两个小时了 可以来表达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表达的是一个动作 从过去累积到现在 那累积到现在有没有停了 不一定 OK 我把这里要再多讲清楚一点点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于现在完成事 是不太懂的 是不太懂的 好我们把讲清楚一点点 我这样说如果我今天当过老师 我们把这个讲清楚一点点来 让我来把这个句子写下来 要是我在 我现在40多岁 要是我在20岁跟30岁这段时间当过老师 而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可能在卖房子 那我就要说I was a teacher 那要不要加before 大概都不是重点 I was a teacher 从20级到30级 不能听懂 可是如果我是20几岁 一路教书教到今天的话 我就不能用I was a teacher 因为我现在还是啊 那你说好 那你就用I am a teacher好不好 不好 因为I am a teacher 它表达不出那个累积出时间的感觉 我说我25岁假设交到45岁好了 交了20年 那I am a teacher 没有办法表达出那个20年的感觉 那你下一个举一反三 可能说I am a teacher for 20 years 那对不起 不行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因为那个累积20年的感觉 就不是一个现在是能呈现出来的 再说一次 累积出的那种时间感 是没有办法用现在是呈现出来的 I am a teacher 只是跟你陈述一件事情 是我现在的身份是老师 表达不出20年 那你或许还会举一反三 那 碰你既然说是20年 20年也都是过去的20年 没错吧 没错 过去的20年 那为什么不能说I was a teacher again 那我一样再补一个for 20 years 这样补就好了吗 对不对 这样补就好了吗 那答案是 还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是我换一个数字好了 我今天20岁开始交到40岁 是不是也是20年 那我现在45岁 40岁到45我没有教书 这样子我就可以用这句话来说 I was a teacher for 20 years 而过去的5年 我没有 我没有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讲的是 我在20年前当老师 当到今天这个当下 我们眼前目前看到的荧幕上的句子 没有一句能办得到 再说一次 我如果当老师当了20年 从今天往回数20年 眼前的荧幕上的句子 没有一句能传递到这样子的概念 OK 当了20年 当到今天 所以唯一能够传递这样的概念 就必须是 你看一样 我们让他穿衣服 I am a teacher 让他穿衣服 穿什么 穿完成式的衣服 所以 have丢下去 然后PP让他去加 写个加号 然后我们把它一样 拉一条线 全部用固定的那种数学上的指示加法来加 第一个字是I 第二个是have m就变成了BEN 他的过去分次长这样 A teacher 然后我如果补个时间 for 20 years 好 所以这一句 才能够完美的表达 我从今天开始 往回数20年的这20年里面 我是老师 那下一个问题来了 很多同学搞不清楚的是 那你今天还是吗 所以你当老师当了20年 当到今天为止 到底止了没有 你明天还是不是老师 这个答案就很有趣了 答案是不一定 你从这句话 你是听不出来 我明天还会不会是老师 听不出来 我把两个可能性讲给你听 假设我今天要办退休了 那大家拱我上台讲话 在我的欢送会上 我在欢送会上我就说 我已经教出教了20年了 那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宣布 明天我就是自由人了 不再是被学生绑住的老师了 用英文讲 So thank you for throwing me this party You know I have been a teacher for 20 years And I'm very happy to announce That I will not be a teacher tomorrow 他讲了很白色的英文了 但你在懂我意思 OK That I'm finally done with this profession And I'm going to You know Find my roots 之类的 Starting tomorrow 明天开始 好 这是一个可能性 对吧 所以表示你知道了 我已经当老师20年 明天我就不是了 可是 可是 有没有可能 大家帮我 庆祝20年的教职人生 然后我明天 还是一样教下去啊 因为我现在还45岁 我还是可以再教个20年吧 所以我已经教了20年 可是我还想再教20年 再继续教下去的话 然后你们帮我办一个 20年的 里程碑的一个庆祝会 我就在庆祝会上 一样被拱上台 我就说了 You know I have been a teacher for 20 years And this is the best job I have ever had So So I will continue to be as good a teacher as I can be See 我是不是还会再继续下去 会 所以光从这句 你是听不出来 我当老师的身份 是不是会结束的 所以现在进行室的一个 很有趣的可能性就是 它可能结束 也可能没结束 你需要去做推断 才能知道 我跟你坐在一起吃饭 吃了20分钟 OK 吃了20分钟 然后我看你还在吃 可是你看我呢 还剩三五口 可是我就停了 然后刀叉放下来 开始跟你聊天 OK 然后你问我说 你怎么样 你结束了没有 我说 Yeah I finished I'm done 所以我可以说 I have finished eating 我用现在完成式来说 那是不是我吃到现在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你就能够推断出 我真的已经结束了 我不会再继续了 反正多一个例子跟你听 那所以我们讲完了 这个进行室 跟讲了 完成式 目前都OK 而被动式 也讲一下好了 很快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 假设今天我把门打破 我们被关在教室里面 就失火了 然后教室的锁竟然就坏掉 那个门被反锁 来吧 我们把门打破 为了逃出去 很简单 I break the door 很简单 那它的被动 就把主词跟受词颠倒 然后句子写成了 B动词加PP 所以这里就变成了 The door is broken 那个by me的部分写不写 大概都不是重点 好 这就是被动式 应该还OK 好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非常basic的东西 接下来就要难一点点 大概也是高中程度的东西 高中以上 多一亚斯托福会不会看到 当然会 多一会考 托福亚斯不考这种东西 因为假设你已经会了 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是 我们刚刚说这是衣服 对不对 穿在裸体上 裸体是主持动词 那你穿衣服难道不会穿搭吗 right 我录影片的时候 都还会用不同的眼镜 来照在我的脸上 来让同学有一种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不要每一副 每一个影片都是同样一副眼镜 穿搭 有时候会带个Toke或这些的 所以啊 这概念就是 进行式 可以跟完成式 穿在一起 OK 你可以带个什么Gucci的腰带 然后夹克穿Nike之类的 对 那所以1可以加2 进行式可以加完成式 1可以加3 进行式可以加被动式 2也可以加3 完成式可以加被动式 OK 好 所以来 我们这里就说一下下 怎么加好 假设我在被狗追 我还真的被狗追过 野狗 那那次 有一次送东西给一个 在唱歌 其实前女友啦 对啦 我就送 那个食物给 他在长庚工作那时候 然后离开长庚的建筑物 我穿越停车场去拿我的车 那穿越停车场的时候 晚上的停车场 基本上就是野狗栖息的地方 大本营 所以我走一走走就发现 其实我怎么 我的背后有那个肉掌踏地的声音 我忍不住往后看一下 Holy shit 就是他们分成两团 远远的一团 各种颜色都有 老弱妇孺 那离我近一点的三条狗 哇 全身黑了 那个毛发亮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好像是神经百战 整个肌肉都可以隆起 你可以看他的毛皮 就看出那个肌肉的线条 很扯 然后我手上拿着一个萝卜糕 因为他没吃完 很久 我就在那里走 我那时候没想到 我要是萝卜糕放地上 我就没事了 OK 但我没有想到 他们是为了食物而来的 我以为他们堵烂我 因为我闯进他们的领域 但是我当下另外一个直觉就是 我应该不要拔腿就跑 我要是拔腿就跑 可能追上来就 就残这样 所以我没有跑 然后就慢慢走 然后走一走走 发现后面那个肉掌踏地声 就越来越近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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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回頭他們木頭人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很大膽的事情 我就威嚇他們一下下 這樣子 然後那群狗就 往後退了十步 然後 這個距離好多了 然後就繼續走 走走走距離又拉近 拉近拉近我就回頭又威嚇了一下 所以總之就重複了這件事情 重複了好幾次 終於我走到了停車場邊邊 我就離開了 像天橋現在不是被野狗追 沒有追逐這件事 可是 你懂我的意思 我們要來造句 講了半天回來這裡 我們用follow好了 所以我被野狗follow 這樣可以 好 來吧 那 先寫主動的 先寫主動就是狗在跟隨著我 Right So the dogs follow me 簡單的句子 我被狗追 I am followed by the dogs 這OK齁 所以這已經算是個衣服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 那是三件衣服中其中一件 而這件的穿法是你要倒過來穿 想像一下你把內衣外穿著 所以把我放成主持 然後狗放成壽持 希望你可以看懂這邊這個變化 壽持變成了主持 然後上面的主持變成了壽持 OK 好變成壽持 然後follow的部分就是變成B洞指甲PP 穿上了這件衣服 酷 那如果 你打電話給我說 欸Pone你在幹嘛 我說我在被狗跟著 他說 I am followed by the dogs by some dogs 那我能不能把它說成 我正在被野狗跟著 正在 當然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半天就是 你可以把它變成 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進行式加上被動式 OK 正在發聲跟被動把它放在一起 穿在一起 穿搭的概念 那怎麼穿呢 我們就把下面這句 I am followed by some dogs by the dogs 穿上一個正在發聲 進行式這件衣服 剛剛看過的 B洞指甲ING對不對 加BING 這邊就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有的同學會說 上面這個句子 B動詞加PP 已經有一個B動詞 而進行式也是B動詞加VING 也有一個B動詞 我們能不能因為它有兩個 就省掉一個好了 我們留一個就好了嗎 我們幹嘛兩個都寫進去呢 那答案是不行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都是 他們的結構中必要 不可分割的一塊 所以你就還真的必須得講兩次 所以這個怎麼加 好 我們要把它大概做這樣子的一個分隔開 就是它的空間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一樣 我們來個姿勢加法 都看得懂齁 好 寫下來囉 I 下一個字是什麼 下一個字是B動詞對不對 那這個B動詞一樣 因為跟著I做變化 所以變成了M 那本來下一個字就是M 對不起螢幕跑掉了 因為本來下一個字就已經是M對不對 可是它跟VING加在一起 那加在一起變什麼呢 難道是AMING嗎 沒有這種東西 對不起 那是什麼呢 是BING 那後面的follow沒有接到任何東西造寫下來 那狗的部分也造寫下來就好 所以這邊你就看到 I am being followed by the dogs 這就叫做 進行被動詞 被動進行詞 隨便你怎麼說 你看到這裡就是它的B動詞加VING的文法 所以這裡的文法是進行詞 而中間這個B動詞加PP這裡 則是我們剛剛所講過的被動詞 所以中間這個B動詞吃了兩次的文法 它吃了前面進行詞的文法 它也是後面被動詞必須有的文法的一部分 總之這叫做進行被動詞 有聽懂齁 好可以 那你下一個問題就是 喔真的喔 你在被狗跟著 Yes I am being followed by the dogs 那你下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跟你多久了 對不對 他們追著你多久了 然後我就可以說 他們跟在我屁股後面 已經跟了五分鐘了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沒穿衣服的句子 就是狗跟著我 The dogs follow me 我要怎麼表達 他們跟我二十分鐘五分鐘了 我就必須要用完成式 現在完成式 對不對 So The dogs 穿衣服喔 好我們還是用比較慢的方式 我們不跳 所以穿的衣服一樣是Half加PP對不對 那一樣我們把它拉開一點點 好 進行加法 主持還是狗 狗們 Half還是Half沒問題 Follow就加一個ED The dogs have followed me 那 加個五分鐘 for five minutes OK吧 對不對 The dogs have followed me for five minutes 那再來 我們可以再穿另外一件衣服 我們再把狗跟著我這句話 再抄一次 See The dogs follow me 穿上什麼呢 穿上正在 They are following me The dogs are following me 你應該 這應該很快喔 可是我還是 我們來 Baby steps 再寫一次 B動詞加上Ving 所以這句的加法 Oops 這句的加法 狗還是狗主持沒錯 那B動詞 或因為狗的關係是複數的 就R 那Follow加了ing往下加 Follow in me So the dogs are following me The dogs have followed me for five minutes 所以這是穿上衣服 進行式 下面剛剛這一個 穿上衣服 完成式 我們來穿搭囉 穿搭怎麼穿搭呢 你看還會來這裡 進行式加完成式 是兩件可以穿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要拿進行式這一句 去加 再加一次完成式 OK 好所以我們把進行式 先Copy一次起來 The dogs are following me 我們把他放下來 換另外一個空間 The dogs are following me 這是進行式 我們來加上完成式 所以 OK 加法是 Half 加上 PP 我們這邊把空格拉出來 這樣子相加 接下來 拉一條線起來 Good 好 所以相加之後 主持還是狗 沒有錯 The dogs have還是have PP跟R加在一起 所以他就變成了 B E E N following還是following 畢明有做改變 me再寫下去 我剛剛打錯一個字 不是B吧 Being 這個的也打錯了 我在幹什麼 好OK 所以這一句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因為這是兩句的穿搭 我們剛剛這先各自穿了一件 那現在把兩件加在一起 主持是狗 Half加PP 這裡這個結構 是完成式的結構 而中間那個B.E.E.N 本來是R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變成了B.E.E.N了 因為他是Half的關係變成B.E.E.N 你說這裡有可能是R嗎 因為狗 狗你知道要加R 狗不是加S 也不是加M 對不對 但這裡不是R 是因為Half的關係 他必須變成PP 所以這個Being動詞就變成了Being 這樣子 那這個Being呢 它本來是進行式的一部分 所以 Be動詞加了ING 後面這樣子兩個字 它是進行式的文法 而剛剛這兩個字是完成式的文法 所以這個合起來就叫做完成進行式 進行完成式 隨便你怎麼說 OK 中間那個Be動詞 還是承受了兩次的文法 沒有問題喔 好 所以我們成功的 穿了好幾件起來 穿了好幾件起來 因為這個必須要把字放比較大的關係 有時候會覺得好難整理 但沒辦法 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有沒有漏掉任何一個東西 所以讓我來捲回來 稍微再看一下 OK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 Play Piano的例子 就是很單純的用完成式跟進行式 我們甚至這邊並沒有用被動式來做解釋 因為鋼琴被我彈 聽起來真的不是一個人會講得出的句子 說實在 所以下面這個當老師 我剛剛也說了 我是個老師 我已經當老師這樣 當了20年 所以要變成了完成式 所以這也是單純穿一件衣服而已 然後剛剛的打破門 我們現在有點複習一下 打破門跟門被我打破 這個是單純的 現在是跟 不是現在是 就是主動的跟被動的 主動的跟被動的 而下一個我們就開始說 要把三個這個句子 來互相做穿搭了嗎 還記得喔 那穿搭的話 第一個我們先讓他寫出了一個 所以這次穿一件而已 狗跟著我 我們穿一個進行式 狗正在跟著我 The dogs are following me 那接下來我們讓他穿 也是穿單件而已喔 這裡穿完成式 狗已經跟我跟五分鐘了 The dogs have followed me for five minutes 然後我們就說 來我們乾脆把 進行式跟完成式一起做 合起來的穿搭 所以兩件穿在一起 So the dogs have been following me 下一個同學會問的問題往往是 我把那個句子抄下來一次喔 狗跟我跟五分鐘 跟進行式 好所以對不起 這邊我們做一點空格出來 空間拉出來 我們把這兩句做一點點 比較 OK這兩句做一點點比較 我們有看到 我把for five minutes也加下去好了 所以後面這個部分是多加的資訊 你不看大概也無所謂 大概也無所謂 那前面的部分 這邊是單純的完成式 have followed me 而這邊是have been following me 我會說他們不同的點就在於 樓上那個因為加了 多穿了一件衣服就進行式 多穿了一件進行式的感覺 就是他還在正在發生中 而下面那個少穿那個進行式 在裡面 如果今天你沒有給我時間長度的話 你就很難來判斷 現在是不是要停了 你還記不記得我剛剛說 老師的部分 我當了20年的老師 你不知道我明天還要不要當老師 你要聽我剩下內容才知道 對吧 那完成式比較沒有那一種 會斷掉的感覺 這個尤其在一些地方 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那種感受 就是你的話講得好像不太怪怪的 來我舉一個也是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用學習這個字來說 learn這個字來說 學習 你跟我說你學鋼琴學了20年 那ok啊 so I have learned the piano for 20 minutes right 啊什麼20 minutes啊 20 years I have learned the piano 假設我們不講for 20 years 這個我們省掉 持續20年的部分省掉 我們就只寫I have learned the piano 然後另外一句則是 我們把它穿上另外多一件衣服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進行式 I have been learning the piano 這兩句的比較 就比出很特別的一個 呃 這是個很特別的比較 因為啊 有一句會讓人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如果你說I have been learning the piano 我剛剛說的 因為有進行式在裡面 是不是表示好像還在進行中 所以它比較好 因為它可以讓人家感覺 你還在學 而這裡的I have learned the piano 聽起來變成是一個 非常傲慢的話 傲慢的就是 哈 我已經學會鋼琴了 誰他媽敢說他已經學會鋼琴了 懂我意思嗎 貝多芬在世也不敢說 我已經學會鋼琴了吧 來 所以有的時候 單純使出一個完成式 會給人一些有趣的誤解 而有的時候你用了ing 反而也有 也是有可能會給人誤解的其實 來 好 好 所以 這大概就是 要不要多穿那件衣服的一個小不同 多穿了ing那件衣服的話 進行式的衣服的話 有時候會人家感覺這個事情 還真的是正在發生中的 就比較不會去推 推論到好像已經要結束的概念 OK 好 那我們還有一件 這邊還有剛剛那個被動式的衣服 還記得吧 好 所以我被狗追 那他也可以被 跟進行式加下去 所以這個 I am being followed by the dog 這個狗好像少了加附屬一樣 所以我正在 我正在被狗追 I am being followed by the dogs you know 那 呃 我能不能把它穿上 所以我們剛剛還少穿一件 被動式能不能穿 完成式 當然可以 所以我已經被這些狗跟了五分鐘了 我們剛剛有過主動的 狗已經跟了我五分鐘 可是我也可以把它改成 我已經被狗跟了五分鐘 so I am followed I am followed by the dogs 穿上完成式 來我們把最後一件穿完 我們把 我們基本上把所有的 combination 的組合都講完了 雖然說我講的 again 因為這個 這文法說真的要講蠻久的 我覺得我今天已經很盡力的 在這段時間裡面 就是一片影片的時間裡面把它講給你聽 通常這個你在國中教 可能要教一個學期 甚至要很跨 至少大概很跨一個月的課才教得完 但我們今天很快把它講完 所以 來 加一個完成式下去 所以have加上pp 一樣我們用直式加法 我們把最後這個講完 我們就可以跳到 要檢討的句子了 我們先把概念講完 so I have been Being 有沒有看到 M跟PPO合在一起 對不對 OK 然後follow沒加到 照寫下來 I have been followed by the dogs 那可以持續加個時間點 時間長度 I have been followed for 20 minutes for 10 minutes for 5 minutes I have been followed 我已經被跟著 多久多久了 OK 好我們終於有點大功告成的感覺 來我們現在往下看 第一句 I am dressed as spider man 有沒有看到B動詞加PP 所以這句話是正確的英文 叫做我 被我自己穿成了spiderman 或者被我爸爸 或者被誰 總之這是一個被動的句子 這是我們跟上一個影片裡面講出來的 所以希望你還記得 下一個 I am be 你看到這裡的B動詞 又有一個原型B動詞 你就已經知道 這是不對的英文 OK 所以非常快就可以淘汰掉 這是不對的英文 I have dressed as spider man 這句話並不是說錯 因為你看到have加PP 我說 剛剛我們說過這是一個完成式 只是少了受持 少了受持 OK 我們一般會主觀的理解 你大概受持是你自己 I have dressed myself as spider man before 我有過這個經驗 我另外一個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完成式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額外的意思 就包括表達經驗這些的 不過我不想要失去焦點 所以那個部分 我們或許可以改一個時間再講 所以總之這個句子 大概可以被認為是對的 只是因為少了受持 OK 會讓人家覺得比較怪 那你看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原型動詞呢 沒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就光是這個地方就是錯的 所以這句話很快可以判斷出 是不對的句子 OK 下一個 I have dressed as spider man 這裡的問題不太有 因為這句只是 你剛剛說了一個 I have dressed這一句 你現在把它變成了過去式 只是把have變成had 所以這只是變成過去完成式 所以這句話也可以是對的 在正確的 在適當的內容 在適當的脈絡下 這句話是OK的 只是過去完成式 要表達概念就是 比過去時間更早就是了 那下一個又一樣 你看 我覺得我發現了這位同學 你的問題往往好像出於 就句子裡跑出一個B動詞 而且是圓形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絕大部分 在這種句型結構裡是不會對的 這種B動詞出現圓形 有時候是假設語氣的一些 的一些脈絡 那假設語氣有機會 我們以後再說了這樣 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一看就知道是不對的 那接下來你用了 注動詞 那注動詞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規則 就是注動詞後面一定會變圓形 所以I should dress 那你的dress加了ed 那錯就錯在這裡 所以這句話也是 一看就知道不對 那最後一個 I should be dressed as Spider-Man 就我應該要被穿成Spider-Man的樣子 這句話倒是OK的 我們只是多了一個注動詞 這句話跟那個I am dressed as Spider-Man 是一樣的 只是它變成了有應該的語氣在裡面 有一個注動詞來幫助它增加不同的寓意 所以這句話是可以的 所以零零種種看一下 後面就沒句子了 在你的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句子裡面 看起來是總共只有四個是對的 四個句子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文法 OK 而且你這邊描述的 還沒有我們剛剛所說的複雜 因為你在你的句子裡似乎沒有任何ing在裡面 而在我們剛剛所做的介紹 可能還比較完整一點點 因為我有放了一些ing的句子在裡面 就是進行式可以做這個穿搭動作的概念 好 我今天這影片講了好久 那again 這是文法課我會教的東西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提 那我們有機會可以再說 好嗎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